大家好,我是吉林养牛胡哥 最近呢,还是好多朋友,特别是新手养牛的朋友啊 都问胡哥,说我想养母牛啊 咱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母牛做繁殖母牛 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母牛阴门,也有水门子 必须长得大方松弛向下垂,充满褶皱啊,成脚瓜状 刺个乳头,匀称齐寸 像这种母牛啊,外在生肢器官发育得好,它内在生肢器官发育得也好 繁殖能力更强啊 第二,就是这个母牛形体骨架比得好 大脑瓜子,粗嘴巴子,大粗脖子啊 大爽脊牛,上盖瓶啊 后屁股后座长得够方丈,够宽 四条大腿够粗,牛体够长啊 像这种母牛,形体骨架品种金啊 下厨的牛犊啊,不管说公牛母牛 它都多卖钱,多盈利啊 双击加关注,每晚八点直播,分享,想去基础